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美满在网易云音乐收藏量破100万 历史仅16天 2024年2月27日 小美满在网易云音乐收藏量破100万 历史仅21天 2024年2月28日 小美满在酷狗音乐收藏量破100万 历史仅22天 小美满自上线以来 持续霸占各大音乐平台榜单前列高位 屡屡登点 单周收听量持续破千万 每日实时收听人数高达6瓦加 上周更是在QQ平台打破腾讯尤尤尼榜个人得分最高纪录 以98.86高分位列总榜历史分数TAC5 同时包揽该榜当周五大维度TAC1 这是尤尼榜诞生以来的维二成绩 非常耀眼 除了音源数据之外 小美满妥妥出圈了 不仅在各大视频平台翻唱无数 更是被很多视频用作背景音乐 更为出圈的是 不少行业根据小美满还专门编排了舞蹈 在各行各业流传开来 比如首饰舞 古典舞 爵士舞 燃之舞等等 小美满作词里从 作曲彭飞 编曲彭飞 制作人彭飞 发行于2024年2月6日 这首歌曲温暖清新 至于乐观 节奏轻快 旋律优美 歌声非常具有感染力 歌曲上线之后 很多人把之称为生活陪伴曲 非常适合各种场合收听 而对于上班族来说 早上打开音乐收听小美满 会让心情无比阳光 一天的精神状态都非常棒 学生听了 无论上课还是课间 心情更加愉悦开心 工作的人听了 都会更加积极向上 总之 这首歌曲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值得天天循环收听 大魔王周深疯狂输出 承包了全网歌迷 中秋 国庆假期的所有欢乐 高能民场面多倒数都数不过来 人气热度更是刷爆了各大社交平台 几乎每天都能为我们解锁一个新的惊喜 可谓隐失踪 三个领域全面开花 再一次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央视赋予他的乐坛劳魔称号 四天九场活动 主旋律佳作志愿君 雄斌出击震撼上映 其实早在电影上线前 周深就为其提前预热了一把 得知周深将要演唱主题曲《繁华依旧》后 除了自家歌迷外 超过一半以上的路人都明确表示 想要在过节期间陪家人走进影院 给出的理由相当霸气 因为周深从不为烂片现场 事实确实如此 每次为电影现场都会创造出多个惊人战绩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无精的流浪地球2》 主题曲人士不仅为正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异笔 还带领华与音乐真正走出了国门 这次可以为主旋律电影志愿军现场 充分说明了深深在影坛 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果不其然 在他天籁之音的加持之下 该片自打9月28号上线以来 一路领讨票房冠军 不出所料的话 陈凯歌的这部志愿军会 跟之前的《长津湖》一样 成为一部年度爆款 主题曲《繁华依旧》更是坐稳了 腾讯音乐有你榜的榜首 活动2 河南卫视 中秋晚会大雨舞台 紧接着就是河南卫视中秋奇妙游舞台 周深再续经典 演唱了经典中的经典大雨 用官媒的话来说 周深这次又来整活了主创选择 在土楼时景拍摄 与国曼大雨海棠十分完美地 来了一波梦幻联动 开嗓之后 感动万千歌迷 不愧是行走的CD机 即便已经看过了很多遍同样的舞台 可周深每次演唱 都能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感动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仍有不少歌迷沉浸在大雨舞台 难以自拔 某种层面来说 周深的这首大雨如同一杯陈旧老酒 越听越有味道 而且每次回味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活动3 央视新闻名歌正当然盛典 与往常一样 舞台表演正式拉开序幕前 央视带领屏幕前的观众 开启了直播探班模式 跟随着央视的镜头 只见劳魔周深一袭白衣 盛装出席 在镜头的面前 毫无偶像包袱 时刻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 明明自己才是主角 却把高光时刻都让给了 舞蹈老师和两位小朋友 演唱的曲目为 《古语天该曲目》 是由苗族的一首童谣改编的 一首名歌 而深深这次和两位小朋友 用动族方言对其进行了重新演绎 表示自己身边有很多同学 都是少数民族 但很少有机会 可以听他们唱这样的歌曲 也就是说 周深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 山歌跟明月的传承 对此 不少观众都在弹幕留言 周深的舞台表演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振兴 活动四 央视中秋晚会光亮舞台 仅隔一天的时间 9月29号 再次亮相于央视舞台 古今对唱 传递力量 据全网数据显示 整场晚会光亮舞台的 实时观看人数全网最高 值得一提的是 每等中秋晚会彻底落下帷幕 周深的这首光亮就出现在了热搜当中 央视网 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 都在第一时间点名表扬了周深的高能表现 活动舞 929生日直播 每年一道生日这天 深深都会疯狂重粉 去年一口气连唱数十首金曲 今年则是活生生把一场直播活动 变成了线上演唱会 不论歌迷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都会尽量满足 纵观整个华语乐坛 能像周深一样如此重粉的实力派男歌手 缺职可数 偶像有担当 歌迷自然也错不了 关于歌迷生米的线下应援 直至今日 依然话题不断 内地主打大平台湾主打公交北美歌迷 甚至还把周深的昔日名场面 搬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荧幕上 与生米之间的关系 永远都是双向奔赴 活动6 9月30日 腾讯英总舞台2023决赛 该节目在没有任何过分宣传的前提下 一度火出了国外 究其原因 正是因为导师周深的加盟 从初舞台到总决赛 留下了无数个高光明场面 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而且不论跟哪位导师合作 都能摩擦不同的化学反应 尽管节目赛制离谱 但绝大部分观众 为了支持周深 一期不落地看了所有争片内容 活动7 央视综艺你好生活4 该节目是央视总台旗下的一档治愈综艺 共有4集 豆瓣评分几乎都在8分左右 常驻嘉宾全都是周深的私交好友 比方说尼格买提 萨贝宁 王冰冰等人 节目中 周深竟显身是风度 在前辈惠英雄面前 显得十分低调 被拉着挑战金句实 一口气连说三个我不会 表示只会一点点眨美爱于是就有了全篇当中的高能名场面 前一秒还说自己不会 下一秒就变成了金句名家表演结束后 萨贝宁爆笑吐槽我最烦这种人 一说不会 结果一拿话筒 练了80年在上面彼此之间的犀利回对 恰恰说明了周深跟萨贝宁的私交 因为只有关系好的朋友 才会在镜头面前开玩笑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央视还把周深认证为隐藏的金句戏迷 不得不说 站在舞台上的周深 永远都是最亮的那一颗心 活动八 长洲太湖湾音乐节 此前在路透报道中 很多路人都误以为太湖美音乐会跟太湖湾音乐节是同一场演出 其实不然 太湖美音乐会 周深为观众带来的是金曲太湖美用歌声盲会太湖美景 看完周深的舞台之后 不少歌迷都在国庆期间奔赴江苏无锡打卡 这就是优质偶像周深 任何一个举动都会引起歌迷强烈的反响 反观太湖湾音乐节 演出全场共计50多分钟 演出曲目分别有浮游处不可及化身孤岛的金若梦 时节望花开望优灯火里的中国大鱼等等 全都是歌迷心中的心头爱与其说事 音乐节倒不如形容成周深的巡回演唱会更为贴切 即便是看路透视频 也照样能被周深的天籁之音机中灵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